种球又多是去年就预定 种还是要种 那就是消就变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香水百合种球去年早就预定 花不得不种 但辛苦了几个月 已经到了采收期 花却卖不出去 农民心里叫苦 却也束手无策 比去年几乎差了快五成这样子 因为疫情造成整个经济活动停止 尤其我们百合用量最大是在庙会活动 昆山喜庆跟庙会 所以变成说花的销量就相对的减少了很多 仁爱乡高山香水百合 是全乡最重要的花卉产业 每年六月进入采收期 却刚好碰上疫情最紧绷的时候 三级警戒实施至今 让香水百合严重自销 销售量与市场价格平均下滑四到五成 运输成本 花卉的市场的拍卖的手续费 各方面 这个部分是不是政府能够给我们一点补助 来帮助农民度过这个 我们花农度过这次的疫情造成的难关 符合农会的规定 或是有需要的 我们在评估后 我们以比较松宽的方式来协助他们纾困 那在管理会用方面 我们从到六月底 从一月到六月底全部的不收 那管理运会方面呢 那我们希望说我们再还运给上级长官 特别是在我们的县政府农委会农粮署 在这方面特别的考量 我们农民的需要 尤其在花卉自销 或是在这种情况下 能够补贴他们的运会 尤其这个运会的金额也蛮大的 那我们农会会尽力的来为他们争取 香水百合遭遇史上最严重的自销问题 花农希望争取政府最实质的救助措施 仁爱香农会除了在纾困贷款及手续费 提供优惠及减免 也表示将全力向农委会反映争取 希望帮助花农度过最严峻的寒冬 记者王昭胜南投县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